菜價終於逐步回穩 但是水果還是貴 昨天台北果菜市場 整體蔬菜的交易價格 每公斤30.5元 比日前一度漲破50元的高峰價格 明顯回跌 全統市場一棵高麗菜60元 大黃瓜一條20元 不過價格一直攀高的香蕉 零售價每台金 還是要55到65元 但是農糧署表示 香蕉價格下星期渴望降到37元 而且預估7、8月香蕉產量 會達到高峰 到時候價格恐怕會暴跌